看到基隆潮进海底怎么会下起雪来了呢 其实就是海绵在产卵 看起来就像是海底飘出了片片雪花一样 而产卵的过程也全程被镜头记录下来 美丽的画面也让海科馆又惊又喜 海底一片湛蓝突然间开始布满白雾 下一秒画面左方的海绵散发出白色雪花 看起来非常梦幻 但其实这是统型海绵在产卵 海绵这个其实是雌雄一体 这个精子出来 然后再来我们海绵宝宝的那个海绵的这个卵子也出来了 原来先前这个画面是先喷出精子 后面像水一样的是卵子 在这边变成了受精卵 只是这些卵大部分会被渔群吃掉 或是跟着水流飘走 再加上海绵生长缓慢 因此这样大量产卵的画面也是相当珍贵 刚好透过这次我们的智能馆的海底摄影机 那怎么把海底的这个我们在讲奥秘揭开了 同性海绵跟珊瑚一样是故着在海中的动物 它可以过滤大量海水 更具有增加珊瑚富裕速度的功能 春末夏至水温介于26到27度时 都是适合产卵的季节 同性海绵在台湾北部跟澎湖都有较高数量 在朝近保护区更常看到 这次海绵宝宝诞生的惊奇全纪录 不仅让海科馆又惊又喜 也让民众看见了海底生态的奥妙 记得猜之恒金融报道